蟹酒栏的花苞一碰就掉 而且这些花苞还长得特别满 长不大 怎么办呢 遇到这种情况 只要每7到15天给它喷一次这种水 能让你的蟹酒栏叶片更肥厚 吸收能力更强 花苞发育的速度更快 花苞就不容易掉落 还能让它的花苞长得更大 开花的时候质量更高 不容易掉落它 大家看 就是这种通用型水溶肥 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一款 它里面还有大量的中量元素和大量元素 这些元素都能促进植物液细胞的活跃性 还有分泌能力 促使它的光合收容能力更强 在遇到植物花苞长不大 容易掉落的情况下 就可以给它进行兑水溶度 为500毫升或者1000毫升 装到喷壶里 每隔10天半个月 只要给它喷一次 花稀和生长期等等都可以用 很快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为花会补充大量的微量元素和大量元素 而且对于家里的一些关键植物都可以用 关键植物出现叶片发黄 或者有黑斑黄斑 我们都可以使用这个通用型水溶肥 7到15天一次快速解决问题 如果你喜欢养花 可以关注我 让你养花变得更简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